好 正式消息来看到 31号上午9点 国民党及花莲县议员魏佳燕 在父亲魏东河 以及哥哥市长魏佳贤的陪同之下 正式来完成登记参选花莲市长 那么他说将会秉持 为民服务的精神 以过去12年来的民代经验 把哥哥魏佳贤 6年来的施政目标来主义完成 并且延续优良政绩 以花莲市民的福祉为优贤 31号上午9点 国民党及花莲县议员魏佳燕 在父亲魏东河及哥哥市长魏佳贤的陪同下 低调的前往花莲市公所 正式完成登记参选花莲市长一职 魏佳燕表示市政繁琐 而且还有许多政策尚未完成 他这次会参选 不是受到任何人的指示 他一心只希望 能够将多项的优良政策延续下去 其实今天很开心 跟着家人一起来登记 也感谢我的哥哥魏佳贤 今天也是请假陪我来登记 那跟各位报告 他这六年来 我相信他不管是延续前任 我们田市长的一些政绩 然后他一直延续下来 包括他自己的 不管是公园 不管是道路的整品 不管是人行道 不管是我们 包括马拉松 我们花莲市特有的马拉松 然后还有一些 我们不管是在社区等等 非常多的一些政绩 那我都会一一延续下来 那其实我跟各位报告 尤其有几个政绩 其实我必须要讲 他真的做得非常辛苦 包括从田市长 然后到他的任内的 左仓的这个园区 那未来我们 我会以这个目标 然后让那个园区成为运动的中心 那不管如何 我们都持续来做下去 其实今天会参选 那也是延续他的 我们前任的市长的政绩 非常重要 就是很怕 没有人能够持续延续他的政绩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左仓 其实弄起来非常的漂亮 那在这边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持续的整理 可能又变成荒废的 就是荒烟漫草 魏家燕表示 虽然他身负绞伤 但从即日起将会 请跑基层拜票 并持着为民服务的精神 以过去12年来的明代经验 把哥哥魏家贤 6年来的实证目标 组一完成 以安全移居 亲自友善 运动观光 慢活城市 有爱花莲 和其共荣为目标 把花莲市民的福祉 摆在第一优先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